副手候选人是持续拼路战 民进党乔美琴从屏东陪扫鸡扫街 还话支持者要从屏东开始 赢得周六选举 而民众党吴欣盈是在双北雇票 强调要解决年轻人的低心问题 至于国民党的赵绍康出席侨胞走势 对于马英九相信习近平的这个说法 他认为马英九的言论不代表侯友谊 不过他也缓加说马英九的用意 是两岸要有善意 跟支持者握手展现亲和力 歌仔戏团还致赠挂轴 预祝胜选 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 小美琴十一号南下屏东 陪同自家立委候选人扫街 由于最近天气寒冷 小美琴还特别要支持者 注意保暖保重身体 也不忘喊话要从屏东开始 期盼赢得周六的选战 台湾不能走回头路 支持者喊口号国民党赵绍康出席乔包造势场合 虽然跟前总统马英九先后到场却没有同台 对于马英九外媒专访惹议赵绍康帮忙缓夹 先表态马英九言论不代表侯友宜 但也提及马英九的用意 是两岸要有善意 针对柯文哲批评国民党搞气宝 搞到走火入魔 赵绍康也反击政治必须有立场 要柯文哲把话说清楚 民众党吴欣赢双北车队扫街 对于柯文哲十号提到民进党的幕僚 绝对比我们的还要好连忙缓夹 直言自己的团队非常优秀 还提到政治工作人员都很年轻 应该要着重解决青年低薪问题 不过传出吴欣赢到英国读硕士的学费 八百一十三万是由新光人寿买单 还被金管会裁罚 也没有放上选举公报 被质疑没有毕业 吴欣赢强调是只放上最新的最高学历 记者欧容江明如综合报导